Hello,大家好,我是喜车了 然后在我身后的这一辆就是我的Gio Yaris 买了好几个月 也做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改装 当然 买的改装品啊 从 从订到日本 到马来西亚都已经有几个月了 还没有办法去安装 就是因为这一个MCO的关系 不过在之前呢 我就已经是安装了一些body kit之类的东西 这一套body kit呢 就是之前安装的 原装Gio Yaris的body kit 此以前呢 我会做一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套的这一个改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测群 还有尾部的这个Defusor 然后Adios 就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快点安装 然后在内装方面呢 我还有加了这一个 就是carbon fiber 的这一个cover 然后拿了车这两几个月呢 就是 有大概大概体验过这一辆车 就是我们等疫情消费比较稳下来过后 我就会跟大家做一个full review of 这一辆车的这一个performance overall的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需要大家给我一些意见 就是有一样东西是非常难接受的 这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是从 homologation of 这一个德国大的这一个reli car 出来的 可是喔 我现在过后才发现到 原来reli car 是没有换的 大家停一下这个换的声音 看可不可以接受一下 啊 我跟你讲 你按了 你在路上喔 真的是你想换的时候 你按了换 接下来的这个就是 就是别人的反应来的 哈哈哈 如果你们驾的是日系车款的话呢 这样子你们原装配来的那一个horn呢 都会比较小声一点的 然后多数的车款来配的那一些horn呢 都是单一的这一个horn的 它不是双horn的 OK 就是因为在日本当地呢 就是他们对horn的那一个音量 他们有一定的一个requirement 他们不能给那个horn太过大声 可是如果你驾的是一个continental 它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OK 然后你们去这一个网站 可以看一下 那一边有很多种horn 就是因为太多种了 所以我需要 跟大家解释一下 也给大家试一下那一个声音 我们在这一边就是为大家 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其实我们把它分成系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value range 还有就是 这个value range就是classic的 就是entry level的 一个直接的一种upgrade 然后还有这一个呢 就是best in class range best in class就是best out的啦 OK 还有就是这一个star range的啦 这两个分别都是star range 就是midnight black 还有这一个chrome的twin tone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classic set 其实classic set呢就是给大家 就是你们只是想换horn的话 然后声音声量比较大的话 这个classic range呢就是一个entry level的 就是它的价格上面也是比较经济一些的 然后虽然它是classic的range呢 可是它同样有两粒的horn 然后它两粒的horn的同时 它会发出不同频率的那一个声量 所以它比你原装的肯定会大声很多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demo啦 这个demo啦 OK我们先试一下一个horn的声音先 嗯 我再试另外一个horn OK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两个不同的tone来的 所以我们一起按的话 嗯 好 我们看了这一个classic range的demo 过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 supertone OK 这个supertone呢 这个红色的框呢 Spotty 暗磨的Yaris OK 它在这一个频率方面呢 它是比这个classic range高出一些的 所以它的声音都已经讲了 supertone的话 所以也是会很大声 不过它还是一种接近同样的一个 一个tone的一个声音出来的 只是它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给你们做的这一个 supertone的一个demo OK 看完了这一个supertone的demo呢 像现在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Midnight Black 还有这个红色 这个同时 它们都是这个style range的 然后都是twin 什么是twin 什么是twin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好像一个我牛这样子的 这个horn OK 它也是同样是两个horn 不过它在频率上面 就是会不一样的 就是 当然频率是肯定不一样的 就是它一个horn 它会出bass 类似bass的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horn呢 它就是会出肩声音 当它们两个配合起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bass 这样子的声音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demo 这一个twin tune呢 就是我们时常爱讲的bm horn 就是这一个horn OK 然后这两个horn 基本上它都是twin tune 这个twin tune 我们也再示范一下这个twin tune的声音 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现在听完了全部这一个sound tune的这个声音 大家认为我的Gio Yaris比较适合哪一个horn 来跟我讲一下 这样子当然 在网站上面 你们看到一些horn呢 是你们喜欢的 可是我今天没有给你们demo到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找这一个app 这个app 你们把它download下来过后呢 你们可以选择你们要的horn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app 来试那个声音 看是不是你们最喜欢的一个声音 然后呢 现在如果你们去这一个网站购买的话呢 然后你们会得到15%的一个折扣 还有送一个手电筒哦 西马免运费 然后东马呢 就是flat rate八块钱的一个运费